這是第一次是真正的感受到媽祖 可以自己走一走 真正體會到 但是藍燈島還沒看完 我大概只看三分之一 所以大概還要花兩瓶百年 是 其實我也一直覺得說 媽祖真的可以慢下來 可以靜下來 現場 媽祖因為祂的四月到八月 因為藍燈被文章 所以觀光業者很旺 可是他觀光業者 另外半年就沒有去做 所以我倒是真的覺得現場的觀光局 看是跟旅遊業者是怎樣討論 說對於東日的考慮 他的美是怎樣的 承接方式 這種喜歡寧靜度的時候 可以當作一個主要的項目去推文章嗎 是 不達人意見是非常好 我也一直在思考 我說沒有理由 媽祖冬天啊 會有 我們專門有一套論述 有特別的照片 當然只打這個冬季 冬日的 是媽祖的 您的職務會 比如說從入秋以後的 從十月開始 你如果從九月開始 九月開始十月 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開始 你就一直打十月 比如說十月來看 十一月來看 十二月來看 一月來看 這四個月 讓那些不喜歡湊熱鬧的那種 比較要講求寧靜度的可能性 要不然我這次來看 每組的法組 其實是太美了 可是你從小說過以後 出國裏邊關掉的東西 因為沒有人 所以我覺得說冬日 冬日獨行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主持 是 其實我們科學把它做為分類 萬劑的時候有萬劑的科學 半劑的時候有萬劑的科學 我一直思考要去突破 然後去呈現 媽祖秋冬之內 媽祖這種 蕭瑟之內 然後再結合這種在地的美食 在地的美酒 然後走到這種步道上 我覺得真的是很犯覆 早上還開車去了幾條 就已經是完全廢棄的道路 但是那個美 我覺得台灣有夠的地方 會欣賞 這一次來的時候 我想我以後 我比較願意在冬天門 一定有客群在那裡 就看你怎麼敘述 怎麼講故事 像比如說我看到植物 子豬 他幫我講 子豬就特別 我猜別人家沒有看過 那他顯然是這個季節 剛好是他最美麗的時期 是 沒錯 那所以說 如果是秋冬 真的是用植物 用鳥類來做的嗎 植物 鳥類 然後他的生態 對 生態 還有天空 對 對 對 所以完全是走孤獨路線很好 沒錯 在冬局跟冬局的鄉親 跟年輕小朋友 年輕的青年串流的就談到很多 我說我們要拘求的是什麼價值 也不是拘求價值 要跟他談的一些事情 他們認同 所以說我們在推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很謹慎地去處理這個情況 秋冬我們現在是叫做淡季 11月到次一年的4月 我們叫淡季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平安部長講到對 有很美的地方 所以說我說要把客群要把它分清楚 對 我們打個客群分清楚 其實秋冬推的 才是我們高官 高官的代表 拿走 拿走 謝謝 謝謝